你们好 美女们 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买的东西 因为前两天我去shopping了 OK 首先我去的这个店是 这个带着大家一看肯定知道就是衣室班 但是它在大阪叫Lupua 1100 所以如果你来大阪玩的话 你说它找不到衣室班 其实它就叫Lupua 1100 然后我就去那里的叫做 衣室班的cosmetics去买了 我还蛮喜欢那个衣室班的cosmetics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里卖的很多 很高端的化妆品呢 它都是开价式的 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百货店买东西 百货店的那个柜姐他们都非常热情 你一去就给你推荐啊 让你试妆啊 虽然就是说其实也蛮浪费时间的 然后还得一个柜台一个柜台跑 然后它那里都是开价式的嘛 所以我可以自己在那里慢慢的选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他们也可以帮助你 首先买的一个是这个倩碧的CC Cream 这个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国的美妆大人推荐的 他说非常好 然后我相信他我买了真的果然就是很好 然后这个CC Cream呢 它是这个 它是Moisture Surge这个系列里面的 大家应该知道Moisture Surge吧 它是水磁场 像我还蛮喜欢它那个系列的 它是SPF30PA++ 所以里面有防晒功能的 我去的时候它这个CC Cream呢 一共有四种颜色 一种是自然白 一种是自然色 还有一种是叫清新粉红 还有一个是叫做清新桃红 然后我试了 我在手上试了一下 其实我的肤色应该是和自然白比较接近的 但是我又不想买自然白 因为觉得好像每次都是买那个差不多颜色嘛 然后再加上我感觉有的时候 最近有的时候会气色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买粉红色 后来那个店员他和我推荐的就是清新桃红色 我从来没有试过桃红色 它英文应该就叫Peach那个颜色 我从来没有试过那个颜色 我就觉得好像很期待要试一下 然后那个店员他就说如果是粉红色的话 它真的很白 所以说呢可能更适合你用在眼睛下面吧 如果说你是整张脸的话用Peach的颜色的话 会更加的适合 所以呢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因为今天是想给大家看我新买的东西嘛 但是我昨天我偷偷用了一下 真的很不错 我昨天那一天的脸色 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白里透桃红那种感觉 脸色太好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追求那种很快速很自然的 然后脸色又很好的妆 可以试一试这个 我想我现在好像已经有点爱上他了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还会接着买这个的 等我用完的时候 但以后跟你到飞机场买应该很便宜 欠逼的在飞机场好像还蛮便宜的 好像在改货店里面就会有的时候会蛮贵的 OK 接下来是一支口红 这个口红 看到吗 这是YSL的 就是圣罗兰的 它叫做Share Candy 它是非常薄的 非常通透的一个颜色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 我就非常喜欢它这个包装啊 它的包装太好看了 就是看 就是都忍不住会想买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 一号色的 这个颜色 应该是很透的 它的名字叫做Lush Coconut 有一点像金棕色 但是又很透的那种颜色 因为最近夏天了嘛 然后就不想说嘴巴上涂的太红 其实红也可以了 就是说好像夏天了 希望涂的浅一点颜色嘛 所以就买了这个颜色 而且我觉得因为它是有一点发金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如果夏天去海边的时候 你化那种 就是被阳光晒过的那种装 然后配上一个发金的唇色 我觉得一定会很棒 好 接下来买的一个这个叫Slee 不是Slee 开玩家叫Slee 可能在日本叫Slee吧 就是San这个唇彩 它叫Simmery Lip Jam 然后这个唇彩 也是看到很多杂志上有推荐 这个颜色还是很亮的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的颜色 它涂在嘴上应该是有点发那种粉红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包装 你看它这个是方方的 我觉得手感特别好 因为有的时候是那种圆的很滑的那种包装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你很急的时候好像会掉 然后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颜色 这样化嘴唇的 所以买这支唇彩 然后买了衣服去的是Zara 就是Zara 然后她的衣服 感觉我每次去都是穿最小号 所以每次去都觉得 哎呀我好瘦呀 然后买了一个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衣服 这是一个应该是 它是棉质的吧 这种条条状的 这个是 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有松紧的 所以应该是放在这里 放在肩膀上 然后肩膀露出来的 好像今天夏天的主题就是露肩啊 然后她袖子这里有一点的这个小设计 可以这样翻过来 嗯也挺好的 和她配套的买了一条白裤子 这个有一点像西裤这样的感觉 然后她的设计就是这个裤腿这边稍微有一点小 这个还是比较显线条的吧 那种 感觉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西裤的口袋 这个裤子我买的是34号 就是最小号 我买这个衣服的时候特别奇怪 因为一开始我拿裤子的时候 我想我应该穿36号吧 然后我买了36号 超大那边 然后裤子要往下掉 然后我买衣服的时候 我想我应该穿一个最小号吧 因为我觉得好像上身没有那么胖吧 然后买了以后说啊不行 最小号不行还要买买的是小号 现在身材是这种样子的 就是上面比较大下面比较小 OK好那待一会呢 我会给大家试看 就是我试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视频 大家不要走开哦 还有一个东西我想给大家 这个不是我前两天就是一起买的 但是也是我今年买的 然后非常爱用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再等一下等一下 这样 对这个就是我今年刚买的一个太阳镜 这是Coach的 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喜欢它这个猫眼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而且它这个镜片很大 看起来脸超级小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种 好像有点像金属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有两种颜色 一种颜色是那个 好像是那种浅的浅黄色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看起来比较酷一点吧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